日本東京性愛聚樂 招牌就是寫這樣 這個是因為現在在日本 有一點流行台灣 所以那個店長跟我說 那邊的是 五彎的小姐是有一點像林茲林 腿也很長 胸部也蠻大的 我的男生朋友後來 他自己選了八件Ruby 然後改天也說 改天跟我說自己也想要再去那邊 想要再去 小梁哥也很想去 他的頭整個都換轉過來 然後有女生問你說 你要不要大腿舞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他就是在撫摸你而已 然後他會整個就是只有一條內褲 然後就跨在你身上 然後在你身上 皮膚好 超好 我那時候23歲 那女的才18歲 天啊 那個真的是Q彈 然後又好像皮膚又油 你覺得呢 肚力 美國多數都是這一種的地方 你看我們上次戴Mono園 對 我們兩個有點一起去啊 你沒有講這一段耶 你怎麼看過這一段 你沒有說你們有去耶 對 然後有一個朋友都是很喜歡男生 我就是帶他去當一個生日禮物這樣子 然後我們一起玩 然後他就送給我一個這種的Lap dance 哇 我出來 我都黑眼圈啊 人家是 哇 因為人家在我都 都罵 都罵 最好是 他們真的有生 真的耶 他們什麼都敢 真的啦 最好打到他 所以就是 印象比較深刻 就是哥哥 要結婚前的最後一次那個單身 那就是 其實就是常常會去的 那好像玩 我們就租了一個禮車 然後我們開車兩個小時到那個 你家的瀑布城 他們的那些拖衣酒吧 也是比較高級的 女生很漂亮 各種複色 各種外貌都有 然後就是 所以你進去 無所謂的就是 不要小奇 不要自私 就是你通常 不會幫自己買一個Lap dance 不會幫自己就是 通常都是旁邊的人買的 對 對 比方說你的生日 然後我們都 我們幫某多 我知道他會喜歡這種女生 他會喜歡這種 那我們就幫他買 然後就兩個女生就帶他回去 給他Lap dance 或之類的 所以就是 這種就好玩 然後他們剛剛 鋼管舞也是非常厲害 所以其實我覺得 在台灣流行靴鋼管舞 我們都會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在國外 只有這些脫衣女生 才跳這個東西 但在這裡比較像那種 藝術 藝術 對 所以哪天去了 我花了六百加幣 都大概一萬五 跟日本比起來算便宜 但是這樣還算便宜 我哥哥他朋友他們都 一千塊 起碼一千塊 六百加幣跳幾次啊 就是 而且酒 因為那裡面的酒 也很貴 所以可能一杯酒 也需要大概二十塊錢 你也要給小費 那一次Lap dance Lap dance也是大概二十塊 一首歌 很貴耶 而且你知道DJ放歌 不會完全放一首歌 所以可能兩首兩分鐘啊 然後你可能在裡面 他就跳跳跳 然後你不知道 就轉眼已經過了三首歌 那就可能六十塊 天啊 太貴了吧 也是有一點黑道的感覺 也就是 也不見得是黑道 但他們的那些bounce 就 你不給錢 我們就打你 我幫你丟出去 所以就是 就不要小氣 你要準備好 就是一定要花這個錢 對 那你那邊的Lap dance 你可以示範一下嗎 Yeah Woo 不要啦 你們都知道啊 我剛剛講我有準備好耶 他開始把錢拿出來 寶寺已經在 我寶寶 準備好耶 但是他們是 你要跳的時候 你也是不能摸他們的嗎 對不對 只可以摸上面的 不能摸下面的 對 可以摸上面 可以摸上面的 可以摸屁股 對 我們是不能碰他的 對 真的是手要放後面 我知道台灣人的 很多男性朋友的夢想 就是那個什麼 泡泡魚 泡泡魚 對 就是 算是很早期到現在 還是 不是流行 已經就是日本的傳統的 文化的 就是一個 就是那個封守 就是就可以 幹嘛的地方 因為呢 就是 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喔 因為之前是我們日本的 那個哪一種的 泡泡魚 叫做 這些店不太會接受外國人 但是最近外國人太多的關係 就是有些東京啊 大阪啊 大都市開始 可以接外國的客人 但是問題來了 現在是他們的性病 越來越多 所以要看得清楚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通常呢 就是泡泡魚 哪一種的東西 那個 一開始入國有 上面有學那個 乳 乳肺 這個東西 乳肺 乳肺 對 一萬 比如說一萬五 五十分鐘一萬五 六十分鐘兩萬 日幣 然後 對 但是這個錢呢 是要問清楚 這個東西 有可能是 只是入場費 那幫你洗澡 然後這是服務的話 通常是加一倍的錢 服務 市值 所以我的朋友 你應該這樣問 你的朋友怎麼說的 對 我的朋友跟我講說 大概 比較好的服務的話 三萬七條 三萬是日幣 大概八千塊九千塊 台幣 什麼服務 就是他一開始啊 我就進去嘛 我就進去嘛 我朋友進去嘛 然後就是 歡迎 服務的方 那邊脫下 就是他說 叫我脫衣服 大丈夫 然後然後呢 你朋友脫掉 對 怎麼這麼小 服務好的 服務好的話 還沒洗澡 又幹什麼嘴巴 是 是 然後就是那個 對 然後就是那個浴缸嘛 然後就是 先洗澡嘛 然後洗澡 我們都不 我們朋友說 我朋友說不用動 然後這樣子浴缸就是這樣子 然後 請你屁股敲起來 然後我屁股這樣敲起來 然後他幫我 幫我弄一個椅子在下面 這樣子的話 我的弟弟不是扶起來嗎 你朋友的 我的朋友的弟弟扶起來 是 對 為什麼 什麼名字那麼大 他 你這個有 他浮得出水面嗎 會會會 因為是這樣子啊 一般正常可能可以 但你的朋友浮得出水面 可以可以很厲害 很厲害 然後就是開始 用有些東西 是 然後就很舒服嘛 然後就 就是說 那請你那邊 然後就是叫做 就是一個 一個就是有一點喘 雞便是不是 對 然後就是用 就是用很花的 然後用身材 這樣子 然後看你 不要在床上 或許就是在那邊解釋 對 三次這樣 不一定節目都出來 對 你是不是真的以為 是在客廳聊天 朋友跟我 這個要分享啊 對 這個是分享 所以你不知道 我們在錄影 你說的這個是最好的服務等級 是不是 嗯 聽說啦 聽說 三萬 這樣三萬日幣 但是就是 譬如說現在 大家喜歡的 女友他們來服務的話 五十萬日幣 有很貴的 有名氣 也是有貴的 那但是 是真的有名氣的 有 然後基本上 如果十萬塊日幣 就是很高級 如果就是有名氣 就是有可能 電視上看過的 要五十萬幾點 聽說 但這樣會不會有被騙啊 不太會 那個加強不太會 所以啊 就是 或許就是 認識的朋友很重要 無料案內所到底什麼意思 就是不用錢 不用錢 就介紹啊 就介紹 很多日本歌舞伎店裡面都有嘛 無料案內所啊 對 很多地方都有 基本上那邊都不會騙 所以先問清楚 然後有些人會講中文 聽說啦 夢多的朋友 我們下次直接請夢多的朋友來 對啊 就是太多夜店的那種生活啦 可是 現在就是因為之前 我們還是會有那個 就是疾女 可能是在路上 然後因為 就是政府是為了 把這個東西是可以控制好 他們是開放 是說是合法的那種疾怨 然後 我上次去那邊的時候 去拜訪我姊姊 然後 我站那邊就是她的陽台 站那邊喝一杯酒啊 然後她看對面 然後 看了有一個比較詭異的那個房子嘛 然後她一直 有一個等在她的那個門口啊 然後 這常常可能其實有 有車子來啊 然後就忍下車 然後再緊去那邊 可能大概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半啊 然後都出來啊 然後想說 他們是不是在開爬還是什麼的 然後 我跟我姊姊 問一下她 她就說沒有啊 那是那個吉苑 吉苑 然後那天晚上 又去那邊吃飯 然後喝酒啊 所以我就是 我好奇嘛 因為之前在女性上 這個東西是不合法的 然後 後來就是有聽到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 金車 金車就過來的 然後就停在那邊 然後看到一個什麼 一個外國的客人啊 然後就跟一個女生在那邊 可能是吵架 然後 後來就提到的消息 就是說 那個外國客人就是 她想要把這個女生 帶出 就是狂去外面嘛 就是 狂出去 對對對 狂出去 然後就是說 我們那邊的問話是說 你就是 你真的內用嗎 你不能外帶 不能外匡啊 不能外匡啊 對 所以可能是有一點 語言上的那個問題啊 然後可能是 就是去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 就是 人去 我們那個地方 是想要有這種 娛樂 就是 還是要注意 OK 小蘭哥想請問一下 那個匡啊 內用跟外帶要怎麼算 看是什麼樣的匡 你是要圓角的 還是直角的 裡面你想要放你的照片 你在酒店趴車這麼多年 你不知道嗎 對 其實客人有的時候 取車的時候都會跟我講 小姐也會跟他們一起出來嗎 要框大概多少錢 大概一萬 不是 是說 還沒有講完你就噴一萬五五 一萬五 不是 你問這個東西看沒有意義嘛 其實這個不是這個 想了解一下好像錢嗎 這個沒有沒有不一定 其實 韓國酒店是像 像我們台灣那種酒店有嗎 有很多啊 但是有分 就是 台灣也是一樣嘛 就是 就是有分那種嘛 就是 哪一種我們不知道 只能陪酒的 只能陪酒的啊 你這麼知道 對 對差不多這樣嘛 但是韓國也有這種地方 但是 陪酒的地方就是 女生都很漂亮嘛 通常 對啊 所以那時候就是 有很多觀光客人去韓國 想要享受韓國的夜生活 去酒店 但是他們就是 規定是不能摸女生嘛 因為他們只能陪酒而已 所以跟你聊個天 陪酒而已 但是有一些觀光客人 就是硬要摸他 摸了會怎樣 摸了就是那裡也有很多 那個啊 那個為室 叫為室嘛 對 保全 對 因為那就是 他硬要摸他的時候 女生有權利叫保全過來 因為這是一個規則嘛 怎麼那麼奇怪 我在夜店可以隨便摸 我在酒店摸 去夜店可以賺到酒店摸 不一樣 所有的地方 在與其這樣 我們就去夜店消費就好 對啊 去夜店 對啊 去什麼酒店呢 是啊 這麼貴 拜託 這個關於保全的問題 就要問一下 台灣的酒店的框怎麼算 看你是要 看你是要大框 小框 還是要S框 有每一種不一樣 S框 大框的話你可能就是可以 比較大幅的畫下 S框是怎麼算 S框是什麼 S框就是簡稱STILL 就是鋼鐵做的框 喂 讓嗎 他給我回得出來 日本也有更厲害的地方 我有一個台灣的男生朋友 他是技師 就是開會機的那個派羅多 對 然後那個時候他交往的那個女朋友 是日本人 然後這個不像那種一般很愛沒有高的 不像印象中的日本 然後很漂亮的日本的女朋友 但是後來他們有分手了 他非常難過就是他們爸爸媽媽的關係 所以就分手了 那後來我回日本的時候 剛好他來日本找我 然後他跟我說 心愛可不可以介紹給我一個日本的女孩子 我說可是上面沒有那個女生朋友啊 那他自己找到非常開心又開心 舒服快樂的地方 開心舒服快樂 開心快樂舒服的地方 日本東京性愛俱樂部 副樂部 今天一整集 招牌就是寫這樣 對 這個地方呢 他幫 他跟我說 心愛可不可以幫我問一下 這個是價格多少錢 然後我幫他問一下 陶箭 裡面有陶箭 就是最便宜的是五千日幣 就是普通的 沒什麼胸部 非常瘦瘦的 最近在日本 日本的男生非常喜歡 有胸部 然後肉肉的感覺 就是有一點性感的樣子 肉感 對 然後最高的呢 大概五萬日幣左右 這個是長得非常像明星 然後那個時候呢 那個店長跟我說 這個是因為現在在日本 有一點流行台灣嘛 所以那個店長跟我說 那邊的是 五萬的小姐 是有一點像林茲林 所以這樣子 對 對 腿也很長 胸部也蠻大的 然後五萬塊 然後後來呢 我的男生朋友 後來他自己選了 八千日幣 對 為什麼八千日幣 因為他是台灣人 預算不夠 我也沒有帶這麼多錢 對 想說先入門款看一下 對 後來八千塊 然後 改天也說 改天跟我說 自己也想要再去那邊 想要再去 小良哥也很想去 他的頭整個都快轉過來 對 他不是就這樣嗎 不知道這個地方 小良哥你想要去的話 我帶你去 謝謝 謝謝 我一直給他 可是小良哥賺的錢很多 大概 直接五萬 對 直接買五萬的 沒有 先入門的看一下 先看一下 那個明星不用 我們也是為了 為了這個節目的 明星沒關係 小良哥在意也是模特兒 模特兒的 都有 他其實都有 身高高高胸部大的 對 對 哇塞 你是不是開心了 最後 這怎麼放在最後短短五分鐘 草率的把他講完呢 又草率嗎 這個明雕也要給心那一個空間 讓他完整的陳述這個事情嗎 你朋友後來找了八千塊他滿意嗎 他說還不錯 有日本的味道 然後他覺得日本 日本的味道 日本的味道 日本味 就是比較像日本人的感覺 就是因為五千塊的話 哪個人看起來不知道 而且確定來自講日文嘛 對 很會說日文 像什麼荷蘭的啦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有 那些因為我那時候沒有拍照 我唯一最近 最近一次有拍照的 這種比較值得推薦的就是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是普吉島的 Bengala Walking Street 這個是一條很大很大的街 然後就是去過普吉島的人 應該很多嘛 然後他們不是就有一整條街 他就是晚上的時候就是 很像是一個很大型很大型的一個那個 酒吧 就是很像那種night market 但是他什麼都有的 他只是沒有攤販在外面 他就是一家酒吧 一家酒吧這樣子 然後每一家酒吧呢 他就看起來很像很大的那種 那種factory 你知道嗎 很像那種很大很大的那種工廠的感覺 但你一走進去 我這樣講大家應該都知道 因為大家都去過嘛對不對 一走進去隨便一看 我們不知道 就看到類似這樣的東西 不知道 你不是當地人嗎 你看他們看起來就是一分那種 我看你要說什麼 要說什麼呢 還有什麼我們不知道的 這種感覺 整個那個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鋼管舞 然後那個我走進去的時候 是因為我們已經沒有得選了 因為全部都是鋼管舞的地方 就酒吧一條街這樣子 一整條街這樣子 然後結果後來我就選了一個 看起來很熱鬧的 就一走進去 它裡面大概有差不多20個鋼管 然後每一個鋼管上面都有一個鋼管舞女郎 就是喇牙大賽嘛 對 喇牙大賽 喇牙嘛 對 然後呢就其實像這個女生 我為什麼會坐下來會看到她 是因為她是裡面鋼管舞 就是一直在跳這樣子 她就一直在把自己撐起來 好累喔 然後跳得非常非常厲害 好厲害 然後其他的女生 我有看到有一些是那種 可能在對她們 就是坐在她們台下 像這種台下有做人的那種 就是她們台下有做人的那種 在自己在跳有點類似私人舞那種感覺 你說lap dance 對 可是因為像那種美國 在美國的那種lap dance 你不能因為你說你要跳私人舞 你就可以摸她 你要摸她的話是會被感受 對 對 但是我這種 這個其實基本上 她們就是跳完了之後 你就是要私底下去約的 就是你可以私底下去跟她約說 那私底下約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消費方式呢 對啊 我們來請問在對面的型男人 基本上先給Dennis700bats 然後就是傑斯說給小姐兩姐 好了 好了 那通常你抽夫是抽多少 我大概是三成而已 好了 三成也太多了 妳 我在美國有買過 載她去就抽三成 那她喝坦 沒有啦 我真的有消費過lap dance 就是我在美國買的 就是也是鋼管舞秀 然後她就會有女生問妳說 妳要不要大腿舞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好 然後我朋友就招待我 我說好害羞喔 女生在我身上這樣磨蹭這樣 然後20塊錢美金而已 然後她大概跳20分鐘 然後她就是上半身全裸 20分鐘很累 很久 很久 沒有 她就是在撫摸妳而已 然後就是一直操手弄姿這樣 然後她會整個 就是只有一條內褲 然後就跨在妳身上 然後在妳耳冰絲膜 然後講一些那種 就是很色情 對 然後就讓妳很high 然後摸妳 然後因為我是女生 所以她沒有收我錢 她就讓我摸她 摸片她身 她皮膚好 超好 超好 我那時候23歲 那女的才18歲 天啊 那個真的是Q彈 然後又好像 那個皮膚有多好呢 妳覺得呢 肚力 因為我老師說 我也常去這種地方 因為我覺得妳們太單純了 美國到處都是這種的地方 妳看我們上次帶摩托園 摩托兩個園一起去 妳沒有講這一段 妳怎麼看過這一段 妳沒有說妳們有去 妳好好講這一段 因為我們之前沒有這個題目 但是這個東西太普遍了 那妳講一下 夢多去都在幹嘛 夢多都在 就是拿到一些Lap Dance 跟大家一樣啊 但是我們沒有哪一種 20塊 我們 30分鐘沒有 可是剛剛他們說 其實女生上Lap Dance的時候 你不能這樣隨意摸她 不能摸她 不可以 妳要去對的家 我介紹我家 後面有一家 可以摸 可以嗎 摸得很開心 真的喔 妳摸哪裡很開心 胸部啊不然妳 對 你胸鎖妳 妳就是下面不能摸 但是其他的地方可以摸 可以簡單的 而且幾個真的很 妳去的嗎 就是那個第一家 我們去三到四家 差不多了 第一家的一個 妳超正 跟那個很正 超正的女生 奇怪 妳們兩個好像怎麼突然醒過來 但是不是每一家都很正喔 因為我還記得我18歲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妳不是要哪一些小費啊 給她們這樣子拿 她會這樣子 對 在她的內褲這樣嗎 一個女生 因為不是每個女生都很漂亮 有一些可能有生過小孩啊 我是比較稍微胖一點喔 生過小孩怎樣 沒有啊 沒有沒有 我是說有一些 好敏感喔 生過小孩怎樣 有一些 這邊三個都生過小孩 怎樣 有一些皮膚沒有那麼好 就是 沒有我真的 我是她 老實講 你們不要笑嘛 不是就是有一個女生這樣跳 生過小孩的皮膚不好看 然後都是這樣子拿那個鋼管 整個活躍起來了 怎麼會這樣 就做一些動作呢 大家就覺得 但是她不好看 那有一個男生就覺得很好笑 她不想要給她一塊錢 是 她就開始丟一些硬幣 好 好沒聽喔 好快喔 好快喔 我18歲去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我會說 好低級喔 對 但是那個女生很厲害 然後就繼續跳 然後 你這裡怎麼有在跳鳳陽花魂的感覺 然後這樣子 然後直接踢她的臉 我的天啊 自己踢她的臉 然後那個男生就 喔 被踢到 然後後來那個 身體馬馬上進來 把那個男生拉出去外面 天啊 就是這種應該要拖出去 對啊 可是你剛剛講這一段 是不是比邁阿密好玩 沒有 其實邁阿密也有很多這種地方 對 對 而且如果你要去看 我推薦你去拉斯維加斯 因為維加斯就是有很多 那為什麼都只有女生跳 為什麼都沒有男生 也有 有 也有很多男生的 我們上次我跟MODO一起去一家 也是不錯的喔 你好好講你的故事就好 我們上節目不能說實話嗎 你們去 你們去美國七天 有四天都在這種店耶 八天 我們就是去看看嘛 就是要去看看吧 OK 男生的有嗎 有推薦嗎 有男生的猛男秀 喔 就叫MISTER秀這樣 然後裡面的 這個我 因為 因為我的學生知道這個秀 因為我的學生跟我說 老師可不可以買 幫我買一個票這樣子 為什麼老師你可以買這些票 因為裡面 沒有 這樣的票叫老師 因為這個 這個秀 我今天這個 這個猛男秀 只能那個女生 十九歲以上的女生 才會進去看 男生不能看 而且裡面不能拍 不能拍 不能拍照 不能拍錄音 錄音這樣子 然後你怎麼拍了 這個是我學生傳給我的 他是外面的 然後這個不是 這個是在結束後在外面 因為他們秀的時候 上衣沒有穿 都是脫掉衣服 都是脫掉衣服 所以是正常跳舞的 這種 對 跳舞 然後他們有一區 有一個座位 是Ladies strong這樣 然後那邊的女生 是可以上台 跟他們一起跳舞 然後他們說 什麼大腿表演這樣 然後他們這樣 因為沒有穿衣服嘛 然後女生 女生 坐在他們的大腿上面 然後一起跳 然後他們摸他們的身體 誰摸誰 女生摸男生 女生摸男生的身體 女生摸男生的身體 然後一起玩這樣子的 有一種表演 而且裡面的猛男都長得很帥 然後身材又好這樣子 對 那老師可以幫我買票 老師可以幫我買票嗎 如果你們想要 我可以幫你們買票 請問一下美國的 你有說的這種猛男秀 可是就是像那個 Vegas那種秀嗎 不是 其實也有這種 Lap dance private dance 什麼都有 那你講的好像是 你不能摸 但是他們也會摸你 我上次進去就是 看一個猛男秀嘛 然後就是 因為就是朋友的生日 我們就幾個男生 因為世界 現在我們都很開放嘛 對 然後又一個朋友 都是很喜歡男生 我就是帶他去 當一個生日禮物這樣子 那我們一起玩 然後他就 送給我一個 這種的Lap dance 哇 我出來 我都黑眼圈啊 人家是 哇 因為人家在我前面跳 就這樣子 然後就 怎麼辦啊 欸 最好是 我錯的是真的 真的啦 真的 真的假的 對 真的耶 他們什麼都敢 真的啦 最好打到黑眼圈 他怎樣啦 真的啦 很痛喔 很痛喔 而且最好你黑眼圈看得出來 為什麼 一聊到這種環節 他們兩個就昇龍火舞 真的會啊 我覺得這是 好玩啊 好玩啊 下次我們一起去好不好 好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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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被這樣子打到黑眼圈喔 他們真的會用前面打你啊 真的 很有彈性 他們什麼都敢 所以他們不是日本人 對 什麼都是日本人 他到底怎樣維持一直可以 他們 我問過了 他們就吃藥 而且他們也會 那你藥就買了一打吧 對 我買了七號 而且除了這個藥 他們還有一個 一個碗 他們會把它塞上去了 碗 對 幹嘛啊 可以讓你打得更痛這樣 模擬啊 模擬那個是 我們下巴再說 OK 被打了之後有什麼感想 你這樣子被麥克風打到會有什麼 我跟你講我真的覺得 望塵莫及 我真的對自己好失望 真的對 謝謝 這就是我們想要聽到的答案 真的 很簡單 例如說幫阿姨洗澡之類的 不是 也許是別人幫你洗澡 幹嘛這麼累幫阿姨洗澡 不是 我要介紹是在西班牙 有人來幫我洗澡 他還給我錢 對 不是 我要講那個 我們最會講風言風語的這位打師 就是佩洛羅的國家西班牙 有一個地方 其實很多小鎮 他們的優點是什麼呢 都不用穿衣服 對 每一個人全部都是全落走 在路上啊 或是在酒店這樣子 全落 喝酒啊 咖啡啊 去海邊什麼的 然後據我所知 最有名一個是 在巴塞羅納旁邊的海邊 旁邊的一個小鎮 叫做 Sidges Sidges沒錯 然後那邊就是 它的特點是什麼 大家都不用穿衣服 然後重點是 不管你是在海邊 或是在酒吧 或是在路邊 喝酒跟別人聊天 都是在室外間 看天然的黃金裡 你看喔 沒有煙味 沒有酒味 而且重點是 不像其他的夜店生活 夜店要門票 就免費的 而且你想喔 夜店大概門票多少 最最最便宜的話 也要500塊台幣嘛 最便宜對不對 那邊呢 不僅不用門票 而且也有免費的孟男秀 或是漂亮的女人的這個秀 因為全部都在外面啊 他們走路就是個秀啊 但是已經裸體有得脫嗎 有 但是這個我們不方便 就算是網路獨播 還是不方便跟你講 對 你要這麼探索 就可以這麼探索 而且其實就算 探索 對 探索這個身體 對 不是 那個Justin 聽哥哥講 就是有很多地方 我剛剛不是說都在室外嗎 可是如果你想要的話 也可以到室內 室內也有室內的室內 你想要怎樣 都可以這樣隨心所有 對 但是重點是 這個地方很幫我什麼呢 我再中解一下好不好 室外免費 健康天然 就這樣子 沒錯 是不是 完全沒錯 他講的就是這個小鎮 叫Sidges 真的很有名 是個很漂亮的 就是建築物什麼都很漂亮的 還有漂亮的沙灘的一個 裸體主義的一個小鎮 第二個地方你真的有去過嗎 有 我等一下有去過 可是你有沒有穿嗎 進去也不能穿嗎 譬如說我們是遊客可以 我們穿衣服會很奇怪嗎 也可以 入境追溯啦 不穿比較好 法國很有名的地方 法國很有名的地方 這個法國很有名的地方 某一眾人有某一種愛好 都會去那邊 什麼意思 他就是以通信念為主 但是不見得如此 因為有很多 我看到很多家庭還有孩子 那個是健康的概念 就是無論誰去大家對 大家都非常的友善 但是以通信念為主 是因為他們非常歡迎 就是同志朋友 可是無論你是不是 你都可以去參加 而且如果你不好意思 你不要脫衣服沒有關係 也可以穿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自由 你要怎麼樣就可以怎麼樣 他們也不會看你有沒有穿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之一牆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露階 你們不要緊 我們到處理黑了 Turtle們的文化 還有另外一套 可適能的 你可適能的